大家好,欢迎收看快勤看房,我是Alan 今天呢会带大家来到位于大阪府届四北区去看一个全新的移户件 我们先来看它的外观 可以看到呢外面呢它是写能停两台的普通汽车的 但是这个位置比较宽所以呢我就停一台就算了 再来看外面呢那个道路呢有5.5米欢的 所以呢停车也不算是特别的困难 外面有点下雨我们进去里面再说吧 在外面呢可以看到有油箱 在左手边呢也带有一个水龙头的位置可以使使车 或者是放一个宅配商在这边都是挺方便的 打开门以后呢可以看到呢玄关的空间 在右手边呢可以装一个鞋柜 然后放放钥匙放放零钱之类的 在左手边呢有一个步入式的鞋柜的空间 这个呢有点加分了 如果没打开门的话呢就好像一个鞋柜一样 里面暗藏乾坤了 这个物件呢是比较多的那个收纳空间的 可以看到呢玄关上来以后呢都是有一个收纳的空间 走进去里面再看的话呢就是左手边就是十点台跟室内的十一机放机场地 然后在左手边也是有收纳的空间 平台用来放毛巾呢或者是卫生纸啊沐浴露啊也是挺便利的一个东西来的 好了那么我们看一下浴室里面的位置 在左手边呢就是浴缸的位置呢 就普通吧 这个浴室就普通 左手边带有一个小小的倉库 然后呢还带有那个浴霸的功能 都跟一般的普通新竹 都差不多 我们再走进去里面看一下吧 那右手边呢就是一个使手间的位置 好了然后呢在左手边呢就是一个客房 这个客房呢大概六贴就是9.6个平米左右那么大的 走进去里面看一下 哇这边的那个收纳空间呢也是比较大 好像一个主人房间那么大的那普通的衣柜 也蛮不错 这个物件的重点就是收纳空间比较多 还有外面这块土地大概有9.6个平米那么大的 好像一个客房那么大的 平常一家人呢都是可以在外面聚聚会啊 或者是烤个肉啊也是非常可以的 外面你看到也是比较安静的 如果这边不烤肉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这边种种花 也是可以的 这个一般在市区来说的话比较小看到的 那么我们到二楼去看一下吧 大家可以看到呢那个楼梯也是蛮好走的 也不会算是特别特别的陡 也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厨房的部分 也是带有一个收纳的空间 在后面呢可以放一个橱柜跟冰箱的那个地方 然后看一下厨房 水槽不错也非常的大 中间呢那个背扇台的话呢 也是能放的比较多的东西 那传心的洗碗机也是标配吧 三个的明火火炉 那么我们看一下外面客厅的位置 这个客厅呢就大概是16.4贴那么大的 就大概有26个平米左右那么大 但是呢这一个摆法的话有点奇怪 这边放一个私人餐桌 那中间都放电视机 在后面才放那个沙发的话呢 中间电视能看到吗 如果把它弄反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 就是电视机往阳台那个位置去放的话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 在左手边可以看到呢 收纳空间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啊 可以看到呢这边已经有一个普通房间的那么大的收纳空间 在旁边还带有一个客房的那种大小的收纳空间 在客厅做一些收纳呢 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 看看外面也是比较安静的一个住宅区来的 那么这个二楼的位置呢是没有十手间的 因为呢它把那个十手间呢都是装在一楼跟三楼的这个位置 也是有好处也有不好处吧 这个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房间 这一个房间的话呢大概是5.5贴那么大的 就大概有8.8个平米左右吧 两边都有仓库采光也不错 都说了这个收纳的空间比较多比较大嘛 好了那么我们过去另外一边去看一下吧 这个呢就是三楼的那个十手间 如果把十手间放在三楼的话呢 在这边睡觉如果要去十手间的话呢 也不用考虑向下楼梯的那个问题 也是收纳空间 那么我们都不打开了 那么这个房间的话呢就大概有六贴那么大的 这边也是带有收纳的空间 那么在二楼三楼都是有那个阳台的 那么采光跟乱衣服呢也不算是一个问题了 好了那么我们来公布这个物件的售价吧 这个物件的售价呢是3880万亿元 土地面积呢有92个平方米 建筑面积呢有97.20平方米 从这个物件呢如果走路到车站的话 大概需要十分钟的时间 如果要到敲试或者是便利店的话呢 便利店走路大概两分钟 敲试的话大概走路需要五分钟的时间就能到了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物件那么多的收纳空间有什么意见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们 跟我们分享讨论一下 我们上一期的快行看房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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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